为了让和平国小的足球队有新的球衣出去比赛 和平村长周鸿源并且引荐了花莲县精密矿产协会来捐赠15件球衣 12号下午也举行了捐赠的仪式 和平国小校长爱石生感谢企业回馈地方 和平国小的足球员会更加的努力 和平国小足球队在校长爱石生和和平村长周鸿源的大力推动之下 球季每年逐步的成长 由于球队正需要新的装备来踢球 在竞赛的时候能够如以得水 在和平村长周鸿源的引荐之下 寻求社会资源 并且向花莲县精密矿产协会来帮忙 并且新购买15件新的球衣给和平国小的足球队员们 和平国小校长爱石生相当感谢企业回馈社会 小小的足球队员们是相当的开心 和平国小今天感谢我们的观众精密矿产协会 对我们的足球这一块 对我们学校的学生的捐赠 不是因为小朋友酷爱足球 在其他的比赛的像球衣 这一块确实是有说我们真的是不到够 首先中间我们有几个好朋友 包括我们家伟老师 我们村长还有我们代表 透过这样一个中间的联系当中 向我们花莲精密矿产协会里面 争取到了小朋友现在穿的这些议论服 矿产线精密矿产协会理事长王志雄表示 协会本着敦亲木铃回馈地方的理念 希望小小的球衣能够鼓励队员们能够更加精进 在场的各位足球队的小朋友 看到你们这样子 我们这个产业更要来协助你们 让你们每天能够来这边高高兴兴的上学 快快乐乐的踢球 每年都要进步 应该是每天啦 你们这么有活力 我们也很乐意也很高兴 有爱校长的这个支持你们 我们村长讲的 你们要高高兴兴的去踢球 其实胜负不是很重要 身体最重要 得志体群要并进 那我们产业在和人在和平 应当来协助你们帮助你们 我们也非常乐意这样子来做 和平国小爱持生同时也致正感谢 所谓给协会理事长王志雄 对和平国小的关心 花园县精密矿产协会深耕社区多年 每年赞助社区年纪活动不予利 获得部落民众的赞赏以及肯定 协会理事长王志雄强调 将持续本则取之于私 用之于私的回馈心态 持续做好东西木轮的工作 也希望和平国小的球队们 能够更加的努力为乡里来争光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